演唱會長 好 現在這場比賽是單打比賽 單打比賽的8分之1強 4分之1強 就是前8強的比賽 由我們畫面左邊的林凱文 對到畫面右手邊的陳哲民 現在比數是1比0,陳哲民先比你先 我們邀請到我們的曾偉忠來當我們的球品 大家好 這是我們辦國家代表隊的選拔賽 跟我們的公開賽 第一次在這個倉庫舉辦 也是做實驗性質 希望未來可以在這個倉庫 當作一個長期的比賽據點 今天這場比賽因為我沒打 那偉忠你現在去打的感覺怎麼樣 因為今天來的很多青少年選手 那其實他們現在的成體實力都已經進步非常多 那就是每個人的 就是心態上都變成比以往還要好一些了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緊張 然後失誤的球也比較少 所以他們也有顯出的進步 然後已經有很多代人選手已經打不過他們 包括我剛剛也是被幹掉 對 我是覺得其實那個 青少年跟成人其實沒什麼太大差 其實主要是球齡 就是跟年齡無關 跟11年齡無關 跟你打球的多久有差 跟你打球多久有關係 你打...你只有打一個月的30歲成年人 你跟我比 跟12歲打一年 不能比啊 那個訓練的量 就是長摸球台的球感會比較好 對啊 嗯 他現在凱文拿球了 準備要進攻 這個...這場比賽齁 畫面左邊林凱文現在是0比3落後 那凱文他是一個非常有侵略性的選手 他的...射門...射門的力道齁 是...大概亞洲數一數二的齁 大概就是馬來西亞有很多選手可以力氣跟他拚 但是台灣的話大概...不是第一跟第二 他的射門力道 以射門力道來看的話 沒錯 但是我們...陳澤民他... 他...以那個...他的...什麼...經驗鑄...助長齁 他的...他經驗很好 他不跟你搶快齁 如果你跟我衝快 他...陳澤民其實還是打他的節奏 他的節奏還是...呃...慢慢的 還是穩穩的 穩穩的進攻 穩穩的傳球 一步一步來 對 其實跟我們另外一個...像楊興宇也是一樣齁 楊興宇他...也是...慢慢的 他不...他不跟你的節奏走 他打他的節奏齁 對 就我們有很多選手他會...因為你打快 他就想說 不然...不然我也打快 節奏會被帶走 或是你打慢我就...哇...糟糕 我一個力氣慢下來 對...所以現在凱文跟... 哲敏其實是兩種非常習慣的力氣 對對對 但是凱文...凱文他有一個問題是... 他...他節奏會被帶走 嗯... 所以我們來看看齁 現在凱文剛開始先...衝得...還蠻有...衝勁的齁 你看他...在這個...這場比賽 或是到後面他的節奏會被帶走 嗯... 現在凱文還沒得分喔 現在比數已經3比5 這球差點進去了 好... 凱文應該會越來越急喔 到現在還是...沒有得...沒得分喔 來...急了一下...一掉一球 喔...真的沒有拿到球 前鋒 一個失誤 回到了凱文的中牌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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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陳正明... 把球拉下來之後中牌個偷打齁 就是... 你習慣我的節奏的時候 但是我會突然來一個... 變化 你可能就措手不及了 好... 這打球現在慢慢的喔 慢慢的越來越多人會... 走這個... 這個... 變節奏喔 很重要喔 好...現在比數來到了4比0 4比0 陳正明... 第一局領先喔 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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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換邊 場次跟場次之間是可以... 第一局結束... 到第二局之間是可以要求換邊的喔 但是如果第一局結束到第二局之間 他沒有要求換邊 第三... 二到三局之間的時候你就不能要求... 換邊喔 換邊中間之間的... 90秒 欸... 90秒... 換場90秒喔 那我們要不要... 來... 計算一下時間 呵呵呵... 可以喔... 我可以計算時間喔 他們都是有經驗的選手 我相信應該不會過太... 擋殘蛋都... 速度都蠻快的 我... 我讓他們啦 我讓... 我到現在還沒開始算時間 對... 現在開始算 欸... 畫面又下降 呵呵呵... 跑出一個算時間的 喔... 不過有點怪怪的 好... 10秒 好... 現在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凱文可能... 會比較慢一點喔 他再綁到第二個 我剛剛已經先讓他30秒有了吧 差不多 對啊... 現在已經20秒了 第二個... 第二個我... 第二個我... 好... 但是... 我們來看看... 小明應該好了吧 還沒啊... 他還剩下... 剩下一個... 很快喔 現在陳正銘你先... 90秒你先... 很趕喔 90秒你趕啊 90秒你除以4嘛 你要綁三根... 喔他綁三根而已 對啊... OK啦... 沒問題... 所以現在... 小明綁他第三個殘帶 先過了50秒... 所以90秒其實... 你好好... 綁齁 你的時間還是很夠的 對啊... 但是我看到很多青少年選手 是... 那個... 比較... 還... 還沒有好好練習綁殘帶的... 那個... 選手喔 哇...那個綁一條殘帶可能要花30秒 嗯哼... 嗯哼...太久了... 大概太久了啦... 對... 好啦...第二局的比賽現在開始喔 雙方換邊喔 所以現在畫面左邊是... 陳正銘右邊是... 林凱文喔 凱文順利的傳到前鋒 呃... 凱文上一場... 上一局應該是... 0分嘛對不對 是0喔 這一球把球... 打到了哪裡啊 嗯哼... 他把... 他把手足球當... 排球打 哈哈哈... 飛走了 像... 像這種... 剛剛前一局... 大比賽落空 那第二局... 應該要怎樣來開局會比較好 就是... 就是... 一步一步來嗎 還是想要... 先拿下一分再說 是我... 當然不是這樣的打法啦 但是... 如果以我猜測的話 我要改為可能現在要... 衝更快 所以... 年紀不同 我怕失誤提高... 就比較危險 年紀不同嘛 你就想嘛... 那個... 如果你是青少年的話 你現在在飆車 不一定要超車的話 你會怎樣 你是青少年的話 我就讓你知道 但是我還是走我的線 我該切換跑道我就切 但是 所以心境的不同 當然如果技巧夠強大的話 可以克服我不用管他心境 我每一球都穿得很好 射得很好 你不用管到那個策略了 但是就是現在這樣子 雙方有你來我往 所以那個策略就很重要 哦 這一球 如果是故意的話 這球讓凱文得到了這場比賽的第一分 看起來就會比較放鬆一點 看會不會增加一些傳球成功率 至少擋住了這一球 對 剛剛的傳球到了前場 凱文現在好像狀況回來了 其實有時候你要打的狀況要好 跟你的表現有關 有時候打一兩顆好球 你的自信心就來了 但是如果你那兩顆 該打好的球沒打好 你可能自信心會慢慢下降 好 聽說非常好 凱文的幫助忽然變了節奏 順利的狼擋下這一球 想來一個Sling Shot Sling Shot很容易揮孔 你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讓大家Sling Shot比較不容易揮孔 放慢速度 放慢不就容易被追到嗎 這個可能是聽得到那個 聽力量 或者是適應球台 可能在比賽開始前 要先去試一下他的彈性 他的人偶的回饋 去感受一下球台 因為每個球台可能不一樣 他很容易吃球台感覺 對 所以可能要比賽前要先多熟悉一下 對 如果 比如說 賽前通常有90秒 你綁殘待的時間 如果 照你綁完的話 你可能還有二三十秒 可以抑壓球台 對 比賽前的四星球台還蠻重要的 我們比球的球台 平衡可能要把它調皮之類的 蠻重要的 好 這個好球 這個鎮臂 揮舞 我們凱文拿下來這場比賽的 第二分 2比2 雙方2比2 第二局 第二局的比賽 那我們剛剛講 雖然雙方換邊 換邊的話 第三局就一定要換邊 不能說突然間兩邊打了 我覺得這邊很順 你也覺得這邊很順 但我們不要換 不行 一旦第二局有換邊 第三局就無條件一定要換邊 不錯 球就下來了 就回這局 就差點不掉 好 凱文有機會拿下第三分 這分很重要 從平手的狀況要打破僵局 所以 小平也知道這分很重要 所以他的防守 就 就穩下來了 讓這分可以守住了 好 小平現在到後排 準備進行二傳三 的射門 欸 傳球 二傳三其實不多人這樣用 對 因為 中間經過的人我比較多吧 也比較容易被擋住 不過在單打 其實 比較少人用 反而比較 一段人比較 不習慣 比較難你適應 對 當一個 傳球之後的漂亮的換單射門 出乎意料之外的射門 所以小平在這個 這一個節奏的方面 掌握得很好 讓對方不知道你想幹什麼 你以為我要慢 但是 這個時候突然間就來一顆 好 這樣雙方 3比2 陳正銘領先一分 凱文今天用了很多 船牆 這個 STICK船牆 哇 一個漂亮的 勾了一下 搶下的這個 局點 喔 賽末點 凱文在這局已經用了一個暫停 凱文最有力道的其實就是他的推 那個推 但是很多人會知道他的推厲害 所以就會守他的推 所以他有一陣子就出現一些問題 就是大家都說他的推他就只能拉 但拉的速度沒有像他推那麼快一點 其實都不快 事實上都不是速度的問題 都是自信心的問題 哇 這局 這場比賽 有我們陳哲民 畫面左邊的陳哲民 順利的2比0 直落2 對 搶下了這一局 晉級到了前四強 很可惜 我們 林凱文在八強直步 最終是拿下 第五名的成績 就是前八 前八的成績 那他今天賽前有跟我講 他很想得到那個